欢迎来到惠生活种菜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用过还不错的治疗植物真菌病根腐病 甚至可以用来杀灭虫卵的一个简单的溶液 就是我们在药店就可以买到的双氧水 一般最常见的是3%的浓度 也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消毒伤口用的 所以在这个视频中我用的就是3%的双氧水 如果您买到的是6%的浓度 那么配比用量需要除以2做相应的调整 双氧水之所以能够起到对植物土壤的杀菌消毒作用 主要是因为它是氧化剂 它的化学是为H2O2比水多了一个氧 但是正如我们买到的双氧水是包装在一个棕色的瓶子里 我们自制的喷雾如果不是深色瓶子的话 最好现做现用 不然双氧水很容易见光分解 变成水和氧气从而失效 那么来看一下我的配方吧 第一 平时以预防为目的的喷雾 四小勺的双氧水加一升的水 这里的小勺就是指一个teaspoon 我这个喷雾瓶就是一升的 这样就制作好了 喷到容易发生霉菌病的叶片上 比如黄瓜、西葫芦、各种爬藤瓜底部的叶片 每周喷一次 可以延缓真菌病害发生的几率 对于依然弱小的叶片 强烈建议您可以使更低的浓度做一下试验 观察一天没有问题的话 再逐渐加大浓度 第二种方法 以治疗为目的的喷雾 双氧水的用量比刚才多了三倍 也就是差不多四大勺双氧水加一升水 这里的一大勺就是指一个tablespoon 这样的喷雾用于已经有白粉病的叶片 每周喷一次 特别是在暖棚里种菜 温度高 空气又不太流通的话 更容易滋生真菌 所以不妨试一试 稀释的双氧水喷雾 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在使用双氧水的时候 最好戴上手套 尽量不要接触到皮肤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